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9日 已經是 星期三了 這一節要講一則香港的政治新聞 民建聯主席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在8日 Facebook宣布 不再尋求連任黨主席 他說 民建聯執委會的換屆選舉即將開始 工作也會增加 個人有限時間和能力 實在令他開始意識到對黨未來發展和工作未必有利 經過再三考慮 決定今年不再尋求出選和擔任民建聯黨主席一職 據悉現任副主席 新兼行會成員和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是接替黨主席的延門人選 據了解 李慧琼做了人大常委之後 公務就繁忙很多 加上立法會工作也很多 所以 已經向黨裏面表明無意 繼續做黨主席 他在Facebook說 希望看到黨內的人 這些兒子的人才 精英背出 未來主席可以更加有作為 這件事 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 是有內幕的 這個內幕 其實當然我們一直都是 左派 建制的我們本身有些懂得的 當然自從19年之後 大家的 關係當然沒有以前 以前也有談有講 因為這個世界是做生意的 沒有說全世界都是敵人的 但是 當你到了你的立場 跟他相反的時候 他就 不再會 給你了 以前有些資料 播給你 希望你可以幫他打擊一下民建聯 或者其他裏面的政敵 一定有的 左派 建制 尤其是建制 因為他們擁有很多資源 擁有權力 所以他們中間牽涉到很大的利益 你只是 遺標 已經賺很多錢 政府工程還有通過 跟發展商勾結 好 這次我可以大膽告訴大家 當然他沒有直接告訴我 但是 根據以往 我們收回來的資料 這次民建聯 很明顯 已經是沒有辦法再幫李慧琼 繼續度金 而他要更上一層樓 只有做特首 很多人會說 他是不是民建聯放棄他 中聯辦放棄他 不是 反過來 當然現在的中聯辦 有個問題 就是 中聯辦一直以來都是文官系統 雖然裏面有一些是去管 管公安 管國安的單位 但是問題也是 始終 中共一向屬於 黨指揮槍 而中共 其實不希望香港 是長期 由黑警去把持 即是你會不會 國家主席 由公安上來的人做呢 是不會的 會不會被 軍頭做國家主席呢 也不會的 黨主席當然不會的 黨政軍大權一定要由黨 一定要由他們民人去控制 他們不會容許 有軍人 警察 這些呢 這些是維穩力量 這些是家勞 不可能由家勞做主子 香港的左派 傳統的土共勢力 其實 一直以來 都是想奪權 不過由於19年 他們要借助這班黑警 去 鎮壓一些反對派 借助黑警去穩定社會局面 所以他們跟黑警的關係好像很好 實際上 我可以告訴大家 整個民建聯 整個工聯會 他們對於黑警的態度 是 純粹是利用的 不會有真心的 這個不是現在的了 很久很久 即使現在的黑警 想去大陸接受這個公安 想接受國安培訓 由國安領導 香港的黑警是由國安指揮的 以前 孫力軍 在這個 警察總部裏面有個辦公室給他 是罵給他的 孫力軍到了台後 這個辦公室當然有誰坐 我不知道 但是 可以告訴大家 一直以來 香港的黑警是直接受國安部控制 但是 香港本身有另一套系統 港澳工委 以及本身土共系統 他們是香港的勢力 一直以來 他們都覺得 香港是屬於他們的 他們 從五、六十年代開始鬥爭 五、六十年代就跟國民黨鬥爭 到了七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民間的時候就跟港英鬥爭 之後 慢慢慢慢被他們上位 這些左仔 這些土共開始上位 他們一直都要拿回他們的權力 大家知道嗎 他們覺得 香港 他們沒有可能 就這樣交給 黑警 即使現在的黑警是由公安、國安控制 他們也是承認 你們 黨始終要指揮槍 不可以由槍指揮黨 這個 就是中共的意思 當然 民建聯是不是有這個 能力呢 要看上面 上面說你就可以了 李家超也做得特首 香港有誰不做得特首呢 我可以告訴你 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特首的 李家超也做得特首 香港有誰不做得特首 香港有誰不做得特首 大家記不記得六、七年 當時他們的左派 聲稱反英抗暴 主要就是對付這些黑警 現在這些黑警 過來拜大哥 跟蹤了我們的老闆 你也是黑警來的 你是跟蹤了我們的大哥 跟蹤了我們的當家 但是 不要忘記 你們 是武裝部隊 你們是武裝分子 你們只是我們奪權的工具 而不是我們自己人 大陸也是 你知道每一個地方 警察 公安 只能夠做副 每一個公安局的局長 都是當地的副市長 這是中共的慣例 所以你看到很多公安局長被抓了 免許他的副市長職務 本身 他一定是副市長 但是不可以讓他做正市長 公安部長可不可以做正市長 是不可以的 公安無論你 多大也好 你也不可以做正市長 所以提拔李家超上去 已經是違反了中共 那種權力平衡 尤其是 中共一直 都是要 黨指揮槍 我們想告訴大家 李慧琼一直以來 其實也是中聯辦 土共系統 本身的左派 是 屬意 培養 特意栽培他做特首的人選 但是由於19年 需要這些黑警的協助 所以他們才被迫被李家超上去 下一屆肯定沒有李家超 而鄧炳強當然妄想自己可以做特首 我可以告訴大家 鄧炳強一定沒有份做特首 一定沒有資格做特首 因為中共 不相信他 中共不是完全不相信 只是中共 不會相信警察 因為始終警察 擁有槍 擁有權力 他們的權力是做了甚麼呢 是幫忙維穩的 你們 是負責打人的 你們是負責 做 黑社會的打手 而你們 不能夠 做當家 大家就明白了 雙花紅棍和坐管的分別 你 是一個很適合做雙花紅棍的材料 你是負責出去砍油的 但是你 不可以做我們的當家 是不是 升你上去做拿數 升你上去做坐管 不是說不行 死光了 所有人死光了 黑社會也還有雙花紅棍升上去的例子 很多 但是 真正共產黨的系統 始終跟黑社會有一點分別 黑社會只是共產黨其中一隻棋子 謊言加暴力 共產黨 著重的 兩樣都是 但是最終要由黨控制 要由他的謊言控制 要由他的筆控制 所以黨的機器 絕對是要凌駕共安 絕對要凌駕武警和軍隊 所以 中共就是要擋指揮槍 我們想跟大家說說 土共力量 一向以來 跟警隊的關係當然很好 好的原因 是他 要來做甚麼呢 是要來維穩 他是一個管治團隊的其中一個部分 沒有其他東西 這次 被黑警上了位 只是權宜之計 因為香港出現了這種情況 你不用黑警不行啊 被迫著要用黑警 但是有一個問題 黑警的勢力 現在在香港太龐大 太過 橫行無忌 你猜民建聯那些 他不嫂妓嗎 土共力量 當然你不敢動土共 根正門和警察 香港的警察 都懂得看風頭火勢 都知道 不會無緣無故得罪左派 但是問題就來了 有人 恥寵生嬌 有人覺得他們是香港 唯一的維穩力量 他們是香港鎮壓反對派的最有力量 你不靠他靠誰 當你 覺得自己大了的時候 就開始問題大了 當這群鄧炳強 黑警人過份膨脹的時候 你覺得你是大了國安 可以拘捕任何人 可以拘捕任何人 你不要忘記 你上面 還有一個隨地套壇的 共產黨員 在後面 我們 這一節我告訴大家 李慧琼 接下來 很明顯就要挑戰李家超 中共 是不是要培養他做特首呢 我認為是的 下屆李家超 鄧炳強 肯定沒得了 鄧炳強可能可以 繼續做保安局局長 政務司也不會給他做 因為 黑警你們是奴才 你們是奴才 就不會 給你們做主子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希望大家 現在只剩下Patreon 可以用這個 月費模式支持我們 其他方法也沒有辦法 謝謝 拜拜 好 拜拜 阿倫